各位你剛剛都有call一個資料夾 就是這個 我們會用到這個叫OBS 這個 那我剛剛有試一下 我們這邊有缺一些軟件 微軟的軟件 所以 我們待會會用到兩個部分 一個是這個 一個是這個 這兩個 你如果剛剛有call資料的 就放在這兩個地方 我們剛剛有一個資料夾對不對 一進去裡面就有一個資料夾跟這個執行檔 那待會呢各位進來之後 請你進到這個裡面 進到這個資料夾 好這個資料夾 這兩個都要裝 這兩個都要裝 所以我就 對64跟86 我就點兩下 先安裝 先把它安裝起來 你就可以用了 有的電腦 如果你是問時的 應該是不用 但是有的電腦我知道有缺 所以 如果剛好有缺的 你就需要裝 如果不需 沒有缺的 基本上 各位直接執行這個 這個軟體就可以了 你可以先執行看看 先執行看看 如果有缺的話 他告訴你說有缺微軟的原件 那這個時候你再來安裝這個 這樣了解嗎 你們應該都有缺啦 你們都有缺 就是如果用這邊電腦win7的 如果是win10的應該是沒有 所以我這邊這個 這樣子裝完了 一個 然後呢 我再裝64位 86跟64這兩個都要裝完 裝完之後呢 我再來執行 我剛剛那個OBS 你就可以把它安裝起來 你那個就是 因為 他有缺 所以他帶你到微軟的官方網站去下載 下載的就是我放在那兩個資料夾裡面的 所以你就 你就取 你就把那個關掉就好 你就直接打開那個資料夾 有沒有這兩個 這兩個你把它裝起來 兩個是一樣的 因為他安裝的時候 安裝程式我幫你做檢查 所以像我現在已經 這個都已經裝好了對不對 我兩個都裝好了 有沒有 現在呢我就可以來這邊 安裝這個 對 安裝這個 就如果你剛有安裝 他帶你到某一個網站去的 那你就是先把這兩個 在這裡 這個資料夾裡面兩個檔案先裝起來 那 沒有你說的那個資料夾 沒有嗎 沒有 我沒有放 沒有 好沒有關係 那 我有放在這邊 我這個先 你看一下 如果我沒有放在那裡面 你到 OneNote進去之後 在 這裡 OneNote的右手邊 OneNote的右手邊這裡 我有放 有一個OBS需要的微軟元件 有看到嗎 有沒有 OneNote的右手邊 檔案那裡 各位有找到我們那個 原件之後 你安裝起來了 現在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OBS把安裝起來 我這邊這樣子 完成 那剛剛我們 有同學是Mac的 就是在 檔案這個右手邊這裡 我們今天會用到的 主要的兩個軟體 都有Mac版 所以都可以從 檔案這邊下載 這裡我有寫 有這個MA的 Mac的 他少一個字還沒顯示出來 所以 這兩個 是我們今天 就是那個 主要會用到的軟體 那我的OBS在這邊已經 完成了 已經裝完了 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來 外語序的同學 唸一次 你有認真看過這個嗎 安裝軟體 你有沒有認真看過 你都只同意同意OKOK 不好意思 因為我以前有寫 免費軟體的那種書 所以我很認真地去把每個軟體安裝的時候就認真地看過一次 所以 才發現 還是不要看比較好 因為 其實你的 反正都是你輸嘛 你要用人家的東西 你不同意你就不要玩 對不對 好啦 那這樣子就可以進來 那第一次進來的時候他問你一件事情喔 問你 我要不要幫你處理這個 這個他的精靈 在這裡 有沒有 他說我要不要幫你 設定一下 你的那個 連線的部分喔 這個不用沒關係 這樣OK嗎 反正老師在現場 問老師就好了 這樣了解 你就按縫就好了 他會提起你啊 你可以從哪裡再改 這個還OK 好 現在我安裝完成之後 現在是這樣子 你不知道我 昨天晚上 也有努力幫 各位 不是這個 糟糕 剛剛摳錯了 不是這個 總算找到 好美喔 這什麼地方 這什麼地方 我有放你們的LOGO 哈哈 好酷啊 老師我都想要去 如果我們細小 好 我有複製一下 老師有特質 真的 這樣有了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 其實等一下你也可以試看看啦 就找一個你喜歡的背景 可以是圖片 也可以是影片 好那你要怎麼加進來 就像我這個一樣 你找到了按著丟進來就好 就這樣丟進來 當然大小的話進來 你可以再調整一下 好 那麼我現在呢 就只好變身一下啦 不然我後面這個拿來要幹嘛 對不對 不過呢 這個高度 今天好像不太夠高 因為平常 這種課我就要坐著 哈哈 鏡頭可以拉高 蛤鏡頭拉高就要有人來啊 就要有人來幫忙一下 來 我先從這裡 我以為是 我以為是上面那一隻在 綠幕應該是 我有兩隻啊 原來 原來 我有準備兩隻啊 沒關係等一下 先等一下 好 你 等一下如果你要用視訊的 剛才有同學已經完了 因為如果你用notebook的都有 對不對 我今天也有幫各位準備 跟我同等級的 網路攝影機 好吧 等一下要給各位用 來 來我現在就 這裡有個視訊擷取 你直接用網路攝影機就可以了 那我在這邊 我還確定 那因為我有兩個 我有兩個來源 我有兩個來源 在這邊 只是另外一台我有在用了 這台我有在用 所以我就用這一個 好 這一個 好 那 這樣 我就進來了嘛 對不對 待會我可能 我這個稍微拉高一點點 沒關係 我有準備 好多 我們家還有另外一次 包圈嗎 這個 對對對 我這裡還要準備 其實你用這個 對啊 這樣 反正你們在這裡都看到 這叫幕後花絮嗎 好在這邊 所以其實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我會把它拉高一點 因為 沒有辦法一個人就要完成 最好的方法是一個人就可以完成 這樣就不用 勞私動眾 對不對 因為用舌管有個好處 我可以比較方便調角度 所以你們用那個notebook的 你們不覺得 如果你用notebook開會也好啊 或做那個 有沒有 會覺得角度都是 很難調 對不對 會比較不方便調 那我這個我只要 這樣就好了 不得已 就只好蹲下來 好 你看我在這邊 那我就 在這邊確認一下 有沒有畫面就進來了 那當然你自己大小你可以自己調整 對不對 好 那 你看在這邊 我只要在我的視訊上按右鍵 這裡 其實如果你們有 曾經用過 像威力導演啊 或惠森惠影之類的那種 剪接 基本上都是一樣 只是他們的那種方式是做後製的 我們這個是做即時的 那你在這邊是不是有一個叫濾鏡 這個不是只能用在我們視訊裡面 如果你 事先用錄影的方式在綠幕欄幕前面錄好 也可以放進來加上這個濾鏡 好只是因為我現在是 這個那我在下面這個地方 這個特效濾鏡裡面我就來加 有一個叫色度鍵 這樣有看到的 所以 按一下 先確定 好的 我可以變身 可是我上面這裡沒有 因為沒有綠幕對不對 所以 你看 這樣 這樣不得已啦 不得已自己拉起來 可是你可以看到像這樣子 這樣 有點好像接受懲罰的感覺 這樣有幕後花絮有看到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這樣會很累喔 你的手會很累喔 這樣他就順便錄進來來來來 沒關係 你轉過來 我們有那個 我們有國手好嗎 然後你可以下來 上去 有沒有 舉重國手 這樣簡單齁 所以你要靠近來一點 因為現在鏡頭在這裡 對 然後我就退出 好嗎 我幫你來 你就可以 這樣了解為什麼我要帶曬衣架 曬衣架很好調對不對 然後等一下可以到你家 所以你用這個方式是不是就很 很快就 調好了 那 待會你要調的 其實因為我現在是 比較好的環境就是 整個後面都是綠幕或藍幕 所以 萬一如果你需要做調整 待會呢 我們在這裡 有一個相似性平滑度這邊 會從這邊做調整 如果說就是你穿的衣服 去背的效果不好的話 或者光線比較不夠 當然最好是光線像這樣比較夠會比較好一點 效果就會比較OK 所以以往其實你要做這個動作 我們都要去所謂的攝影棚 但是現在就不用 所以其實 我平常用這個 這個軟體我們是用在網紅 可是我們用在什麼 錄摩克斯啊 上課的錄影其實也很好用 那各位做 採訪之後 要做報導可以嗎 也可以 對啊 比如說你要氣象報告啊 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就把氣象的放進來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 其實我還有準備什麼你知道嗎 我還有準備獎桌呢 這裡 點進來 我們這裡有獎牌 有沒有 我有一些獎牌 我就把它下載下來 這是Google圖片找的嗎 沒有啦 我自己找好之後再幫他加個倒影 幫他加個倒影 那 也是網路上的圖片沒有錯啦 但是我 我是幫他加上一個倒影 所以就把它拿進來 這樣 講台是不是就進來了 人的比例要換一下 當然我覺得比較適合的 最好是 最好 你拍到比較下面一點會比較好 對不對 因為這個比例上你會覺得怪怪的 那如果這樣 這樣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對不對 這樣一支 也可以繼續操作嘛 好可憐喔 上這種課進來 遭受體罰 這樣 有了解了嗎 所以其實你後面你要用影片 用圖片 不是只有一個喔 你可以再增加其他的 你看我左手邊 這裡 有沒有叫來源 這就是好像塗層一樣 所以你要增加幾個 講台要先收起來 我就眼睛關掉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簡單 那當然如果你真的 想不開了 你可以在右手邊這裡 右手邊這裡 開始串流 你就當網紅 你就可以在FB或YouTube上就直接出去了 可是我們一般的我們就要錄製而已啦 好就錄成 單一個影片我們就用下面這個 這樣有沒有了解 了解今天我們主角 該怎麼操作那種感覺的 好 好 好吧 對